各位下午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道 香港人常吃 不過又不是很正宗的菜式 是甚麼呢? 咖喱牛腩 我們香港地處 遠東的交通節點 所以各種種族的人都會來到香港 香港最早開埠的時候 除了是本地的漁民之外 還有廣東人之外 當年香港屬於保安院 中國保安院 除了是廣東人 本地的漁民 其實第一批人來到的 除了是英國人之外 其實是印度人 所以我們香港吃咖喱 都挺流行 大家都知道的 茶餐廳一定有幾樣的咖喱菜式 咖喱牛腩飯 咖喱排骨 咖喱雞 咖喱包包包 諸如此類 所以呢 其實我們因為是融匯貫通 所以我們的咖喱 不要跟我說 馬來咖喱 印度咖喱 日本咖喱 印尼咖喱 諸如此類 或者尼泊爾咖喱 尼泊爾咖喱 其實都很出名的 所以呢 其實我們香港人 一般來講的就是 香港的華人 一般來講 他吃的咖喱當中 就古靈精怪 幾十八樣 千八樣都有 有人下椰奶 有人下 學日本的咖喱 有人下 學印度的咖喱 這樣 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比較接近茶餐廳的咖喱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都應該知道 我已經做了很多樣的咖喱 咖喱魚 咖喱雞 咖喱牛舌 唯獨是最浪行的 咖喱牛腩好不好做 為什麼 沒有遇對時間 沒有遇對人數 今天呢 我女兒又帶朋友回來吃飯 三個 所以呢 今天我們家裡有熱鬧 這樣就對了 做咖喱牛腩 好 介紹一下這個材料 咖喱牛腩 我們當然是 最重要的是什麼 牛腩 大家都知道的 香港現在的牛肉 非常非常貴 所以我們一般所說的牛腩 多數都是用牛肋條去代替 搞清楚 牛腩和牛肋條 不是一樣東西來的 但是是接近的東西來的 OK 如果你問我的 當然是正宗的 崩沙腩 最好吃 對不對 不過 很貴 而且市面上 急凍的 就很難買 所以今天我就用了什麼呢 也是 巴西的牛腩條 通常香港人呢 就是家廚 就是做牛腩 多數都是買牛腩條 牛腩條 有分美國 西班牙 澳洲 巴西 最大宗一定是巴西的 有朋友問過我 你經常用凍肉 去哪裡買的 哪間買的 不需要去問哪間 最重要是認住這個標誌 最重要是認住這個標誌 這個就是巴西動育協會的標誌 有了這個標誌 相對地 食物衛生安全 就有保證 今天呢 這個牛腩條呢 大家看看我的價錢牌 三磅幾 百二元 算是這樣 都算是抵食的 如果你說新鮮牛腩 先說那些什麼 泵沙腩那些 嘩大哥 三磅幾 即是超過兩斤 在說四塊水 嘩 誇張 對吧 好 除了主角這個牛腩之外 當然是做咖哩 一定有薯仔 大家看慣我影片 都知道我喜歡用紫洋蔥 因為夠香夠甜 OK 先拿開這些材料 好了 咖哩當然有原材料 我給大家看看 香港呢 就是地道的出品 看清楚 正寫原來是叫 駕山那一架 駕喜那一架 咖哩粉 OK 老牌子 開牌子我就不說了 我沒有廣告的 OK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這個呢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夠辣夠香 OK 那這隻牌子呢 都有分不辣的 同辣的 那我通常呢 我去買的時候呢 就 就 就跟它說 我說什麼什麼牌子 要辣的咖哩粉 他們就認識給我了 OK 好了 跟著完之後呢 大家看到這個很熟悉 是不是 什麼來的 裡面呢 就是一些滷水料來的 這個標準滷水包 那 裡面呢 有大小茴香 有花燒八角 有香葉桂皮 所以呢 我呢 就每一次 打咖哩的時候 我都會買它回來的 那 你說這個滷水料 是不是很豐富呢 即是 用途很多呢 原來不單止是可以做這個滷水的 原來可以做咖哩 因為為什麼我貪他的大小茴香 其實呢 咖哩那個香味的來源呢 那個咖哩呢 其實是豆蔻和大小茴香這些這樣的香料 主要的成份 所以呢 就有咖哩味 OK 通常呢 每一包的 每一次我做一下 即是三斤 三磅牛柳 即是 牛肋條 或者當它兩斤 那我通常呢 就用三份一包 就夠了 那如果大家覺得 它不夠香味的話 可以自己買 額外買些 桂皮呀 桂葉呀 回來 OK 好 跟著之後 有幾隻的 辣椒乾 幾隻的辣椒乾 那這些辣椒乾呢 其實我就去街市 整包買回來的 不過呢 吃不完 放在雪櫃 放下自然風乾 就變成這些 OK 那辣椒乾幾隻 跟著之後呢 打咖哩呢 原來是需要用辣椒醬的 那我就喜歡用這隻 這個是蝦米辣椒醬 我說過很多次了 因為它很香 那其實蝦米辣椒醬 是潮州辣椒油的一種 那如果是打咖哩的時候 其實是用潮州辣椒油 是最好的 潮州辣椒醬是最好的 OK 行不行 好了 先說一下打咖哩 原來咖哩是要打的 那如果大家呢 是看過我之前做咖哩的那些影片的話 大家就知道 已經有個印象是怎樣打的 這一次呢 我都是由頭做到落尾 就是由咖哩蛋 和這個 牛肋條除雪氣 炆它 所有的過程都給大家看完 記住 大家想吃一個好味的咖哩 地道的咖哩 或者是像 這個茶餐廳的咖哩 你不要管它是馬來咖哩 還是印度咖哩 都一定是需要什麼 打咖哩蛋的 你只用咖哩粉是不夠香味的 OK 咖哩粉你最多拿到那個 就是咖哩的香味 因為咖哩的主要來 香味來源呢 就是豆蔻 這個是大小茴香 那些 那這個呢 就很重口味的 OK 但是它還是不夠香味的 想它夠香味呢 就一定要加入打碎了的 我待會拿這個攪拌機 打碎它乾粉 OK 跟著然後呢 就打咖哩蛋先 跟著然後再拔 那呢 為了要縮減的時間 今天呢 我就需要用到是雙路頭 一邊就打咖哩蛋 一邊就拔牛腩 那我就可以縮短 做這個咖哩的事情 通常呢 一個咖哩呢 最少要做一個小時 就是要拔一個小時 那我就將 打咖哩蛋這個時間 還有 這個是 拔牛腩這個時間 就同一步同步進行 OK 那我就可以將 整體上呢 那個時間 就壓縮在 一個小時之內 那呢 這個是比較符合這個 就是 快速開飯的原則 所以每天你煮的咖哩都可以的 OK 好不好 那這個呢 我怎樣脫雪器呢 那我這裡講了就算了 我就不打算呢 就給大家看了 因為 我也都不想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如果大家看開我的影片的話 都知道我會是怎樣做啊 記不記得 給幾秒時間給大家回憶一下 記不記得那個怎樣脫雪器呢 加薑片 還有呢 就加我的寶貝 就是什麼呢 青花椒 青花椒呢 因為它的香氣 青花椒呢 其實就是麻辣味的來源 OK 但是呢 為什麼我會用青花椒來 去和這個牛腩飛水呢 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它的香味 辣味太霸道了 香味 就是香味太霸道了 霸道到呢 它可以幫完全除雪氣的 行不行 那如果新來的朋友仔 如果不知道這個過程是怎樣做呢 那可以看回我的舊片 我有很多處理腩肉 的飛水的影片 那你就大家看那些腩肉的影片 就可以找到 到底我是可以怎樣做的 OK 可以不可以 那不和大家說那麼多了 等下呢 我就直接下一個鏡頭呢 就會是打咖哩膽 和炆牛腩 同時間進行 我用雙爐頭 OK 可以不可以 那等下見一下 好了 大家好 先頭呢 我就已經是介紹了這個 就是 炆咖哩煮 炆牛腩的一些材料 那現在呢 我就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就 現在呢 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 要和這個 牛腩 飛水先 那我現在開火 那現在出動到兩個爐 因為呢 只有雙爐頭呢 我們才可以是 以最快的時間 去做到想要的效果 那通常這個時間呢 大概一分鐘 不是一分鐘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以內 就做完了 那現在呢 我開了火 那 那 然後就把這個 是 牛 這些牛腩條 就已經解凍了 洗乾淨的 OK 就把這些牛腩條呢 就放進去 那 冷水 冷水下 可以滑些 那 都說過很多次了 我這個不是因為 聽到人說才說的 我很早已經說了 冷水下肉 和滾水下肉的差別就是 你要肉香 還是要滑 好了 那現在 把牛腩條放進去 把牛腩條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就要加些東西 加些什麼呢 薑片 還有一些 我經常用的青花椒 做什麼呢 把牛腩條放進去 把牛腩條放進去 好 跟著完之後呢 現在可以 先抽氣線了 好熱啊 這樣呢 就 等它滾了 大滾之後呢 就15分鐘 那現在就不用按摩 那我這裡 攪完了 那我不管它了 然後呢 我要做什麼呢 就是炒咖喱 那今天呢 炒咖喱蛋 那我這個做法呢 就是怎樣的呢 那我這個做法呢 其實呢 主要呢 就是參考了專業廚房的做法 那然後我再改良到呢 就是加廚都可以做到好的 一個製作的程序 OK 好了 那有什麼材料呢 有蒜蓉 有這個洋蔥粒 那這個洋蔥粒呢 我就用一隻 OK 那大家都知道 我說過很多次 我喜歡用紫洋蔥 為什麼呢 因為它甜點香點 OK 好了 這個呢 就是先頭 我跟大家介紹的那個 那個 就是 滷水包裡面 那我拿三份一個材料出來 就有 就打了粉 OK 用攪拌機打了粉 那呢 就成為現在這樣 就單間用來打咖哩蛋用的 那裡面有什麼材料呢 就是花椒八角 茴香 這個是 桂皮香葉 草果 OK 那 那 大家如果想它的辣味更加出種 可以加少少青花椒 那 那 因為我這裡已經加了 那 所以呢 這裡我就不加了 OK 那比較特別一點的呢 我再重新再介紹一下 今天 嘻嘻嘻嘻 我加兩個橙 那 還有辣椒乾 那我之前也說過 為什麼要加橙啊 我加一個 那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啊 那 以前呢 其實大快活的咖哩 它特別強調的是什麼 它加了 蘋果下去的 那 其實呢 我之前呢 在其他的影片都約略呢 都有介紹過的 現在我先燒鑊 那 都有介紹過的是什麼呢 就是 很多時候呢 我們炆煮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加一些 是帶有 果酸的一些材料的 譬如說這個帶果酸的有什麼呢 蘋果啦 這個 雪梨啦 橙啦 檸檬啦 菠蘿啦 菠蘿啦 這些全部都帶有這個果酸 很強烈的果酸 用來做什麼呢 有兩個作用 如果是普通的炆煮東西呢 是可以 它的果酸呢 可以令到肉更加軟 更加滑的 那第二個作用就是 用在咖哩上面 是可以什麼 大家猜不猜到 沒錯 就是可以燒辣 但是又保持咖哩的香味 那當然啦 日本人他會用什麼 他會用甘筍 OK 甘筍其實也是同一個道理 好了 現在呢 那我燒鑊 那永遠都是的 我炒新的東西都是 一定是燒鑊的 炒什麼都是 OK 那現在呢 那這隻 新鑊第一次實戰 那 那這隻是新鐵鑊 那我已經是 有另一條片 是教大家 怎樣 就是跟大家去分享 怎樣去開鑊 怎樣去保養這隻鑊 那這隻呢 我是實驗過是 真鐵鑊來的 不是假鐵鑊 OK 就真的煎東西是不貼底的 OK 起碼是不貼底 其實呢 什麼鑊煎東西都不貼底 肯配口訣就可以了 不過呢 他就不會學至一些 古靈精怪的鑊 你無論怎樣配口訣 怎樣做呢 他都會貼鑊的 好了 現在呢 就出煙了 然後放油 這個是 怎麼說呢 這個是 咖哩膽 是要多一點點油的 OK 好 然後 因為要打仗 所以 就要收小火 向 現在 這裡看不看到 不知道看不看到 就向這個左手邊 拎到 就快熄為止 OK 差一點點 中小火 然後現在呢 我們就 先下了這個蒜蓉 蒜蓉呢 是最受火的 所以我們先下蒜蓉 爆了 爆到差不多 才下這個 是洋蔥粒 好了 接著現在呢 就下洋蔥粒 好 這個打咖哩膽呢 其中一個香味的來源 現在開回大火 OK 因為呢 那個降溫降得比較快 這些是新鑊 我要重新再適應 那麼現在呢 首先呢 要炒香了 這個蒜蓉 還有這個是 洋蔥粒 先 記住啊 老師傅就有一句提醒的 就是說呢 大凡呢 你打醬 炆東西的時候呢 你那些 做料 越炒到它是 香口 越乾身的話呢 你的醬 就越是好吃的 所以呢 大家不要心急啊 這個呢 就很多人呢 就是很多的教學 就沒有提過的 叫你呢 薑片要煎香些 煎到它乾水 這個洋蔥粒 蒜蓉都要煎到它乾身些 盡量乾水 沒有人提過的 這個過程呢 就需要的時間比較久 但是呢 一如以往 我所有的影片都是什麼 都是會給大家看完整個過程的 主要呢 大家要留意的呢 就是 就是這個 畫面裡面呢 那些食材的 texture 的變化 現在呢 其實那些洋蔥已經是熟了的了 但是熟了當中呢 熟了當中呢 它都還未是乾身的 所以呢 我繼續大火去炒 這個時候 因為本身 越蒜蓉也好 洋蔥也好 它本身有水的嘛 所以呢 我不怕大火去炒它 但是呢 它炒到差不多乾呢 大家呢 就 要收細火了 OK 還有現在呢 畫面看不到 我就聞到呢 因為它是新鑊 有些燒焦的味道 但是那些焦味呢 是那些膠的焦味 大家不用怕 新鑊 大凡新鑊都是這樣的了 它燒燒一下呢 就沒有了那股味了 OK 那我繼續炒 那這個也是提醒大家了 那這個呢 就需要長時間的 如果大家 即是沒有興趣 想看那個 Texture的變化的話 那就可以跳去後面 看我怎樣炒到如何 然後怎樣下醬 OK 這隻新鑊呢 完全不支底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呢 這鑊呢 如果是不漂亮的鑊呢 或者就是 你做得不好 處理得不好 開鑊的時候處理得不好 那些蒜蓉是會黏底的 大家不知道 但是現在呢 它一點黏底都沒有 就是證明呢 我鮮流開鑊 開得非常漂亮 因為那個洋蔥比較多 所以呢 它是需要炒乾的時間呢 是比較長一點的 那盡量鋪平它 大家可以留意 畫面的左手邊 那些牛腩呢 那些牛腩呢 待會一滾 我就要計時了 就是15分鐘 好 那現在呢 大概呢 就是有這個 這個洋蔥加蒜蓉呢 大概有五成的 已經開始乾了 那我再炒多一陣呢 就開始又落其他醬料啊 煎頭呢 這蒜蓉是沒有黏的 現在開始呢 就黏底了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到 我自己指著手指著那裡 那通常呢 蒜蓉呢 它就快炒到最乾的時候 它就會黏底的 那如果大家有炸開蒜蓉的 的習慣的話呢 過經歷的話 就會知道 這個蒜 由生蒜變成黃金蒜 那個過程就會這樣的 好了 現在這個時候呢 水滾了 大滾了 那我就 等我一陣啊 我先炒一炒它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就 開始計時了 15分鐘 這個左手邊這個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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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收小火了 再炒一炒它 然後呢 現在呢 就開始聞到那些 即是 蒜蓉加這個 洋蔥 那種焦香感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加材料了 炒這個 這個 就是炒這個咖喱蛋呢 其實呢 我們需要加辣椒油的 OK 那我現在呢 首先呢 我就加少少的麻辣醬 因為我覺得麻辣醬呢 可以起到刺激那個味蕾的感覺 但是同時間呢 它不會太辣 跟著之後再加蝦米辣椒醬 或者是潮州辣椒醬 OK 那不想太辣呢 一匙就夠了 記住啊 就連油和帶渣一起落 就不要只加醬或者只加油 OK 那這個時候呢 哇 哇 很香的蝦米味 和麻辣味的混合 好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 加這個 是 我們打好了的 滷水料 那這個呢 這些粉呢 我們就開始 跟餐廳的不一樣 因為餐廳呢 它可以專門叫 叫什麼呢 大小茴香粉回來 加在咖喱那裡 OK 那麼 少少的 花椒粉 少少的 這個是 八角粉 這樣 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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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啊 這個 肉桂粉 這樣 OK 但是呢 我們這裏呢 就用桂皮和桂葉去代替肉桂粉 OK 那 然後呢 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 加咖喱粉 大家看不看到 那些粉 現在呢 因為我加了那些 粉下去呢 開始不夠油 啊 沒錯啊 那所以呢 咖喱呢 一定要是加夠粉的 OK 它不夠粉呢 是不行的 不是 Sorry 加夠油 誒 說到真是一塊泥 這樣 那就加多一點點油 如果不是呢 等一下 越炒越乾呢 就會乾 越炒越乾 反而會容易焦 你多些油的話呢 就可以將那些粉 好好地融合 還有呢 將那些 蒜蓉啊 將那些 就是 洋蔥啊 就更加好去炒到它變香了 鮮頭因為不夠油呢 這些呢 有點黏底 但是呢 因為這隻鑊漂亮啊 開得好啊 還有我就背那個口缺 所以呢 輕輕地刮一刮它呢 它就會掉出來的了 黏底那些 OK 好 那我先放了一包而已 其實還有一包的 因為主要我先怕它 繼續黏底 所以我先攪一攪它 那呢 通常呢 我就 兩斤的牛腩 一斤幾的 這個是 薯仔 大概你預計它五斤左右 五斤 即是每個六百克 即是三千克 三千克的食材呢 大概就是兩包的 灌一華記的辣 辣的咖喱粉 跟著然後呢 就是 三份一包的 滷水料 就打成粉 OK 跟著然後呢 就是 一湯匙的麻辣油 麻辣醬 加油 一湯匙的 這個是 蝦米辣椒油 和醬 連這個 渣 OK 如果大家不喜歡用蝦米辣椒油的話呢 就可以用潮州辣椒油 一樣 連渣 帶油 大概呢 一湯匙 這樣呢 基本上 這個就是一道咖喱 那現在因為咖喱呢 我有成三千克 那麼多 三公斤那麼多 所以呢 我們一家人可以吃兩餐的 不要再說 我是在做DEMO 我現在是實戰的 OK 所以所有的程序 都是我平時煮飯的程序來的 好 好了 這個時候 大家如果怕 是不是很黑呀 這咖喱 怕它不夠黃 放什麼呀 咦 這是什麼來的 黃薑粉 咖喱為什麼會黃呢 其實它主要是因為有黃薑粉 OK 放些黃薑粉 讓它 讓它黃一點 OK 放一茶匙左右就夠了 不用多的 好了 現在呢 就炒到差不多了 先看看 現在呢 還有九分鐘的牛腩才煮好 好 好了 接著之後呢 我就將這個咖喱呢 稍微再炒到它香口些 現在呢 現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些洋蔥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些洋蔥呢 被我炒到它很乾的了 那旁邊的那個不用看了 最主要就是看這個 如何炒咖喱 好香啊 好香啊 現在呢 那些洋蔥呢 那現在的洋蔥呢 我眼看啊 它就已經很乾身了 這樣就對了 好香啊 大家是不是覺得 就是炒這個咖喱很麻煩呢 要炒那麼久 是啊 大家如果想呢 它炒得香的話 香口的話呢 就是那些咖喱惹味的話呢 是真的需要那麼多時間的 OK 那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還有時間了 那我就不理它了 那我也不妨礙大家時間了 因為這個咖喱已經 咖喱膽呢 就已經炒好了了 OK 咖喱膽炒好的 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我現在關火 那因為呢 現在隔壁那個牛腩 還有7分鐘 那所以呢 我就不 就是不和大家去 不阻礙大家時間了 那等下呢 那等下呢 那些牛腩飛好水之後呢 要換水了 我再開機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 大家 那先頭呢 我就已經是出完水了 炒完咖喱了 那這些牛腩呢 就已經是 就是切好了 那現在呢 我就 就 開始炒了 那咖喱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現在先放了下去先 然後再解釋一下 好 那這裡呢 大概放到 就1500cc水左右 那就剛剛好 過了牛腩面的 那咖喱 那咖喱 大家呢 可能呢 中間有一個細節 我一下一下抽氣線先 吵吵 那 那 那有一個細節大家要注意的 那我知道很多人呢 就是會習慣呢 那些牛腩 那些牛腩 就是牛腩它買回來 就大家就馬上切的 那其實呢 我就習慣呢 就是 它開完水再切 大家知道不知為什麼 原因就是 那個大小更加好控制 因為它開完水之後呢 那些肉呢 開完水是會縮水的 那所以呢 你生切的時候 你不知道最後會變成什麼形狀和大小 結果有機會導致切得太小的粒 當然不好吃 所以通常就是飛完水過完冷河 然後再切 大小就比較容易符合大家的要求 現在開始了 我們就燜60分鐘 全程大火 60分鐘 可以嗎 現在開始計時 因為它開始滾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鮮頭炒完的咖哩 全部撥去 咖哩蛋 撥去牛腩 OK 大家看到一下去就已經開始有些咖哩色出來 再加多一點點水 當是洗鍋 就抹乾淨它 即是連渣也不要浪費 這樣就抹一隻鑊 把那隻鑊 那些粉就不夠黃 就要加些黃薑粉 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調味了 首先 先放兩隻橙 連皮帶肉 待會吃的時候會拿出來 OK 然後放辣椒乾 大家會問 連皮帶肉去燜 那當然不會夾 不會的 待會那些咖哩 有一陣很清香的果香味 橙味 那如果大家沒有橙 或者不想用橙 可以用什麼呢 就用檸檬 我呀 用蘋果 一樣的 不過呢 橙和檸檬呢 它的清香就會比較強烈 OK 那這個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 令到那些肉燜起來 就會更加的什麼 更加的軟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要 下調味了 那下調味是下什麼呢 一般呢 如果是印度人的話 就會跟你說是下這個砂糖的 但是我們中國人 懂得的是什麼 用冰糖 冰糖為什麼呢 它更加純和一些 還有呢 它是有軟化 這個是肉類的 肉質的作用 還有它的賞色也會更好一點 OK 那大概呢 那現在呢 這裏呢 一千五百CC水 是吧 三千 這個三千克 即是三公斤的肉 是吧 那所以呢 我們下呢 大概是 下四粒的 方糖 四粒方糖 倒的冰糖 跟著之後呢 按照重量 和水份 所以呢 我這裏呢 就下一斤 兩斤 三斤 四斤 夠了 夠了 再多就鹹了 OK 即是 不是按照原本的比例 因為等下會收水 會是會比較鹹的 OK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下這個 是 生抽 那 生抽大概呢 就下這個 是 四至五湯 四至五茶匙 左右 OK 來到這裏 就基本上就OK的了 那 如果覺得它不夠深色 就可以下老抽 但是炒完這些咖喱 其實很深色的 好了 跟著 然後下什麼 下幾滴美極下去 我叫它做Signature 下幾滴就夠了 OK 夠了嗎 當然不夠了 跟著下雞粉 下三匙 因為量比較多 OK 搞定 基本上 調味就完成了 這樣呢 我就任由它 去炆 這邊就正在炆 大家會問 你的薯仔呢 薯仔哪有這麼快放啊 是不是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呢 也不打算是 吸了 大家看著這邊 一邊是 看著那些牛腩炆 我現在馬上洗鑊 馬上洗鑊 洗鑊做什麼 炒薯仔 各位 單人操機 大家就不要介意 那大家也看到的 我幾次炆 我全部都是用雙爐頭的 那為什麼用雙爐頭呢 因為這樣呢 可以做到這個最好吃的效果之餘呢 也是最省時間的 因為那些材料啊 就是無論是你打仗呢 其實不用一開始就放下去的 你中途放下去都可以的 OK 行不行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盡量利用雙爐頭 這樣就可以呢 就令到呢 是 那個時間盡量縮短 這樣就可以呢 大多數的炆東西 都可以在一個半小時之內完成 那還有呢 大家要留意 現在是不是大滾啊 那東西 咖喱 我是用著大火的 記住啊 我炆東西呢 是全程大火的 那呢 一般的家廚呢 即是前輩呢 就會教大家 現在我燒鑊 那一般家廚的前輩呢 就會教大家 用慢火慢慢燉它 慢慢去炆它 這樣呢 就可以是 即是令到呢 那些肉呢 就更加軟 更加滑啦 更加滑啦 其實呢 那個關係並不大 那如果做過職業廚房 大家都知道的了 其實他們 即是用的都是高速爐去炆 那很多時候呢 炆呢 就不是用 高速爐的小火呢 其實就等於我們家廚的大火 那所以呢 大家不需要擔心 你要縮短於炆的時間呢 通常我燜的食物都是60分鐘而已 就很多的家廚 可能要燜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不用那麼久的 OK 這個保證大家一個半小時之內 就可以吃了 那如果你說 喂 我60分鐘之後都燜得還不夠軟 那你就再燜久一點 都是用大火 但是可以大幅地縮短時間的 OK 行不行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就開始做什麼呢 炒薯仔 我用了一隻鑊 我都是燒鑊先的 OK 記住啊 燒鑊是不貼底 還有炒東西炒得好好的不易發門 因為呢 我們家廚的那個爐頭 通常都不夠火力的 那譬如說我這個爐頭呢 只有5200W KW 那其實呢 就不夠 不是KW 是5200JL 那變了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要靠燒鑊 燒久一點 就等它儲的熱量就多些 然後呢 我們炒東西呢 維持高溫的時間就多些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炒出鑊氣了 現在有煙了 然後下油 咖喱呢 就一定是多油的 就沒辦法了 你想少油都不行 那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是 即是一定要是 足夠的油份 總之它那個餐單 餐牌裡面 在菜店裡面應該要多少油 就要多少油 OK 好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 這隻鐵鍋來的 所以呢 我浪的時候 那些油呢 可以掛在鍋邊的 OK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就關小火了 再出煙 那麼 稍微降一降溫 做什麼呢 煎薯仔 為什麼我一定要煎薯仔呢 我希望大家呢 要明白一件事 那呢 薯仔呢 其實呢 你可以不煎都可以 不過呢 大家有沒有喝過薯仔湯 那些薯仔像什麼 那些薯仔呢 就像番薯 OK 那你想那些薯仔呢 那些薯仔呢 那些薯仔呢 就一定要是什麼 如果在精熱廚房 就會是拉油的 但是呢 我們家廚呢 就要怎樣 炒它 大家看不見到 那些薯仔呢 有些黑黑的 是不是 那些是氧化來的 大家不用怕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這樣讓它氧化呢 而不是浸著水 讓它不要讓它氧化呢 因為我要煎嘛 我浸著水 等待會被被發發 就彈到到處都是 是不是 OK 大家要記住啊 這個有不同的地方 好了 喏 現在呢 這個呢 就是要令到那些薯仔呢 每一塊薯仔呢 都沾染過高溫和油 現在可以開回大火了 只要那些薯仔呢 是沾染過高溫和油呢 那它就可以 是燜出來的時候 那些薯仔是特別品的 大家呢 大家見我做過很多的薯仔 薯仔的菜式 是不是 全部都很粉的 看都看到是很粉的 就是因為我這樣炒薯仔 OK 這個又是了 要耐性 那 就盡量呢 令到那些薯仔呢 每一邊都沾過高溫和油份 這樣呢 就可以保證那些薯仔呢 待會燜起來就很粉 起粉 起得很漂亮的了 那吃下去呢 就很好吃 就不像呢 即是 吃呢 煲湯的薯仔 這樣了 OK 煲湯的薯仔 也是粉 不過它的粉呢 就比較幼細一點 就沒有什麼口感的 但如果是這樣 用這個高溫去 去處理過這些薯仔的話呢 它出來的那個粉呢 那個口感呢 就會粗很多 OK 那大家留意我畫面 我用的是 即是 什麼的技法呢 那很多時候呢 我未必會講到出來的 即是 那怎樣為之 炒好薯仔呢 就是它邊邊呢 就開始起 這個是 焦焦地了 那大家看不見 那 那些薯仔就對了 OK 還有呢 它表面呢 如果它是經過高溫和油 變過油的話呢 變過高溫的話呢 那些薯仔表面呢 會是變透明狀的 那這些薯仔 我告訴你 等它燜出來 就很好吃的啦 就很好吃的啦 那些薯仔 那 因為 那些薯仔呢 就不是很對應那個形狀 所以呢 我好像 好像拿手不成小 但是不要緊的 OK 大家不用怕那些薯仔會焦 那些薯仔其實沒有那麼容易焦 所以 那些薯仔就炒到它有一點點焦 那些薯仔呢 那我現在這個動作呢 就等於是什麼呢 等於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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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這個 專業廚房的 跟薯仔拉油 就拉到它表面呢 有點脆脆的 這樣呢 你才拿下去燜呢 那些薯仔就會很粉的啦 那些薯仔可以了 那些薯仔可以了 那我們就關火了 那現在呢 那些薯仔呢 那些薯仔呢 沒夠時間的 那這一邊就在燜進這個 那這個 那這裏呢 就煎一根 炒好那些薯仔呢 就可以了 到待會兒 響鐘後 最後放薯仔 炆了5分鐘 完成 值得 OK 行不行 等下 炆好了之後 我再開機和大家分享 現在不妨礙大家時間 好了 終於60分鐘 響鐘 過了 看看結果如何 顏色漂亮不漂亮 紅色的 因為牛肉是這樣的色 現在我先關小火 關小火之後 我做甚麼呢 我首先就要 拿兩隻橙出來 先拿走它 然後我再慢慢解釋 橙 記住 反轉變 放下去 否則只有結味 沒有甜味 OK 橙肉直接碰到那些 那些水和牛肉 好了 現在很熱 大家看到我 是不是水剛剛好 對不對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先頭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是說 加1500 cc水 其實呢 中間我是要看火的 結果最後我加多1000 cc水 總共是2500 cc水 就3kg 不是 3kg 3磅 3磅幾的牛腩 OK 牛肋條 即是圍到 480 1500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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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呢 中間要看火 如果不是呢 第一怕它沒有水 第二呢 它有機會會焦底 OK 那現在呢 我就要加這個薯仔 把炒過的薯仔加下去 那這個時候呢 就開始不夠水了 那所以呢 我又要加多 這些水下去 那這裏呢 大概加多它 300 cc 水左右 好熱啊 好熱啊 煲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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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呢 基本上就夠味的了 夠水的了 那如果再怕 即是想吃多些汁的 怕著不夠的話 就加到它 500 cc 即是總共前後呢 我就加了 是 3000 cc 水 OK 好 現在開大火 那就繼續煲了 這樣呢 滾了之後呢 大滾之後呢 就算它5分鐘 記住是要大滾之後才5分鐘 啊 那等下呢 夠鐘的時候 5分鐘之後呢 我再開機 看看結果如何了 記住啊 是滾了之後 才算它5分鐘 OK 好 那大家 大滾之後5分鐘 又夠鐘了 那就看看結果如何 好 好 這個是 攪拌一下 先攪拌一下 咦 這個薯仔 都還差一點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再是 給它5分鐘 那結果呢 就是最後呢 這個是80分鐘了 不是 70分鐘了 總共攪拌的時間 那再 怕它沒有水 再加一點水 那 其實這裡呢 就有個分差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呢 如果大家不想要這麼多汁的話呢 就不用學自我加這麼多水了 那先流手的水呢 你再燜到5分鐘呢 就剛剛好收了水的 那但是呢 我家呢 那兩個小魔怪 就喜歡 攪拌的 現在年輕人都是 那所以呢 那時候呢 我就繼續加水下去 還有我最主要呢 吃不需要的汁呢 我想用來做什麼呢 我想用來炒牛腱 啊 就是咖喱炒牛腱 啊 又另一種吃法 那所以呢 我這次呢 就做多些汁 OK 再給它多5分鐘 5分鐘之後 我們再看看結果了 好了 大家 又過了5分鐘 鐘響了 看看結果如何 嘩 現在的顏色和那個 汁啊 那個質感的變化呢 就非常之靚啊 先關火 那 那 那 讓我拌勻它 啊 好 那 就差不多 OK的了 那 這些薯仔呢 還有一點點硬 我看一下 檢查一下 可能我先頭呢 放完之後放下 太久了 等一會兒 啊 看看你檢查一下薯仔先 嘩 嘩 嘩 都好軟 啊 OK啊 都勉強可以啊 那呢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呢 這裏呢 總共用了是 70分鐘 然後再加上鮮頭的牛腩 即是 飛水的時間 總共是85分鐘 這樣就完事了 OK 那 現在 嘩 看看 這汁正啊 如果薯仔呢 再可以爛少少呢 那 那 那些汁呢 就收得很漂亮的了 那 現在呢 我主要呢 我就是 筆起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 質感的 完成品是怎樣 然後呢 就做個總結 這一次呢 我講到明是要多些汁的 因為我想留些汁 第一就是 子女喜歡吃汁拌飯 第二呢 就是 可以是 什麼呢 我想著呢 剩下一些汁出來 就是做這個 做這個 做這個什麼 唉 太多汁了 就是做這個 是 咖喱炒 這個牛腩 大家有沒有想過 咖喱炒牛腩 很好吃的 我不知道大家呢 有沒有吃過茶餐廳的 咖喱牛肉 其實呢 做法差不多的 那至於是怎樣做呢 那我做個新菜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我怎樣做的了 好 那等我 抹一抹 抹一抹 然後再來做一個總結 不要懂什麼字 因為呢 最後的總結 就是精華所在 因為先頭呢 我做呢 可能大家會有 confusing 到底你加多少水啊 要加多少水啊 這個呢 這個呢 我是需要 說得清清楚楚的 OK 等我一會 我先抹一隻碟 唉 不抹乾淨 那隻碟呢 等一下 煎到那塊板呢 全部都是咖喱式 這些咖喱呢 你做了下去 是很難洗得掉的 OK 所以要小心啊 好 啊 轉過來這邊 好 那這樣呢 咖喱牛腩 的完成品啊 OK 那就 希望大家呢 就喜歡啦 那我就放少少蔥下去 做點絕啦 即是吃就不用的 啊 不過呢 我又很喜歡 即是喜歡吃蔥啦 那所以呢 我都放些蔥下去 那 點絕一下 好 那現在開始總結啦 那就有幾樣東西呢 要注意的 第一啦 重中之重 一定就是什麼 當然是炒咖喱膽啦 是不是 炒咖喱膽 這個呢 就無需要 無需要置疑的 就一定要是炒 炒了咖喱膽 才可以做出這樣的色水 and then 就是 要做出這種香味 先頭呢 我兒子呢 又是做咖喱 人家說呢 在印度咖喱 整個屋都是咖喱的 是啊 我先頭的兒子呢 在外面的大廳 他已經說 哇 好香啊 整個屋都是咖喱味 那我說 不行啊 他說不是啊 好好吃啊 好好香啊 肯定很好吃啊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炒咖喱膽 是重中之重 炒咖喱膽的時候 大家要記住 那個蒜蓉 和洋蔥 一定要炒得它夠乾身 我和很多的 就是 分享做咖喱的影片 包括西方 西廚 西方 一個很重大的分別呢 就是我特別注重呢 在炒這個 醬料的時候呢 我特別注重是 蒜蓉 和這個 洋蔥 我一定要炒乾的 大家應該都見識過很多 就是我不是說 名廚是錯的 我覺得呢 很多東西呢 就是時間關係的 他們沒有辦法 那就不像我呢 我喜歡拍幾場就幾場 那我拍得長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真的有實際上 那個 就是處理 那個時間的需要嘛 然後我是一刀不剪 為什麼要一刀不剪呢 我是給大家感受一下 煮一道鬆 那個需要的時間 和它那個食材 在加熱的情況之下 質感的變化 是不是 大家都看過很多條 就是關於炆菜的影片 大家是不是看得清清楚楚 那些薑 是要乾成怎樣啊 大家是不是看得清清楚楚 那些蒜頭會變成怎樣 最後是不是 那所以呢 這裡呢 就很多影片 即是那些 short cut的影片 那些短片 是沒有辦法提供給你的 那大家以後 炒醬料的時候 就可以心裡有數了 大家說是不是 OK 行不行 這個是第一樣東西 炒醬一定要做什麼 老師傅說的 我也是 因為看過那本天書 我才知道原來炒醬要這樣炒 就是一定要那些座料 有這麼乾炒到它這麼乾 它越炒得乾的話 只要它不焦的話 它散發出來的香氣呢 是特別濃烈的 所以呢 我如果大家 即是舊的觀眾 有跟開我的 而且真是的的的的確確確 是有做過炆煮菜的話 我條方 我的做法 是特別香過人的 是不是 好了 那這個炒完醬 炒醬的時候 炒乾了些蒜蓉 還有炒乾了些洋蔥 原蔥粒 然後呢 我這個咖喱配方 就除了是普通的咖喱粉之外 還有加什麼 加這個三分一包的滷水料 滷水料裡面呢 有桂皮 桂葉 花椒 八角 茴香 OK 草果這幾樣東西 那我就用三分一的份量 就做一碟這樣的咖喱出來 就混兩包咖喱粉 不要以為呢 這個方法是我才用的 其實專業的餐廳 他們要做咖喱出來 過程 就和我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分別在哪裡呢 分別就是 我因為買不到那些茴香粉 所以呢 我就唯有是用這個 這個是 茴香粉和肉桂粉 那我 所以我唯有就用滷水料裡面 就偷那些原料出來 打碎它 OK 等那個味道 就接近專業餐廳的味道 OK 我這個味道是接近專業餐廳的 為什麼 因為有茴香粉在這裡 有茴香打碎了嘛 有桂皮桂葉 這些都是 代替了肉桂粉的 OK 行不行 好了 跟著我這個做法 這個配方 這個配方 和專業餐廳有什麼分別呢 專業餐廳呢 他們會是 潮州辣椒油 和潮州辣椒渣的 OK 那我就用什麼 我就用麻辣油 混這個 蝦米辣椒醬 OK 那這個又是一個分別 另外一個分別呢 就是 我是放辣椒乾 直接燜的 那專業餐廳 他們打咖喱膽的時候 他們會加辣椒粉 即是加辣椒醬 都還不夠 還要加辣椒粉 OK 行不行 然後炒過 炒到我 好像我先頭的效果 這樣 結果就出來 大家在餐廳裡面 吃到那種咖喱的味道 行不行 OK 好了 這個炒完醬 然後牛腩怎麼處理呢 我是同步進行的 大家先看到 我用雙爐頭 第一就是 飛水15分鐘 冷水下牛腩 飛水的時候加什麼 加薑片 加青花椒 主要就是霹雪味 OK 行不行 好了 接下來 我們炒的時候 大家看到的 我是不是炒牛腩 和炒醬 是可以分開的 然後下牛腩之後 我再炒過的咖喱醬 去燜牛腩 是不是 OK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加一隻橙 下去 圓隻 這樣就切開兩半 這樣呢 就反轉它 吸轉它 橙肉就碰著水 橙皮就向面 OK 大家先頭煮好了之後 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作用是什麼呢 其實呢 就是利用這個果酸 去令到牛腩更加軟 另外一個作用呢 就是利用這個果酸去減辣 但是保持咖喱的香氣 這個不是我讀創的 OK 即使大快活以前賣廣告呢 他都是講到明 他的咖喱的特色就是 放了蘋果下去 OK 青蘋果 講到明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實呢 放青蘋果和放橙的道理 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利用這個果酸去減辣 然後利用這個果酸去令到肉更加軟 可以嗎 OK 好了 接著 大家說 喂 那我不放蘋果 我不放橙 放其他東西可以嗎 可以 可以放什麼 放檸檬 放雪梨 甚至是放 好像日本人一樣 放甘筍 作用都是一樣的 但是甘筍呢 它只能夠減辣 但是它沒有這個 就是令到肉更加軟的 這個作用 OK 可以嗎 好了 接下來我調味的時候 一般的鹽糖味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 鹽糖味 然後加生抽 加幾滴的美極 是不是 這樣就完事了 但是我又有一點點分別 如果是原本的印度咖喱 我說其他人做的咖喱 他們只會放砂糖 但是我滲入了中廚的手法 放什麼 放冰糖 冰糖 有什麼作用呢 第一個作用 大家都知道 令到肉更加軟 第二個作用 就是它的顏色 更加美 大家看到 我這個咖喱的顏色 是不是很美 是不是 鮮色 紅得來 黃得來 是鮮色的 不是雅色的 OK 明白嗎 這就是放冰糖的好處 好了 跟著之後 我們炆牛腩的時候 加多少水呢 加呢 總共是加三千cc水 就炆這個三磅 再加兩磅 即是總共五磅的材料 炆它一個小時 OK 三千cc水 OK 如果大家 鹽是水多的時候 可以炆耐一點點 我說放少些水 都是幾百cc 可以嗎 OK 好了 最後 薯仔那一部 我們要炒的 記住 炒過的薯仔 它起粉 是特別好吃的 沒有炒過的薯仔 它那種粉 那種口感 是不一樣的 我都說過 如果你沒有炒過的薯仔 好像煲湯的薯仔 它吃下去好像蕃薯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炒過的薯仔 正如是 專業廚房 是拉過的薯仔 它那些粉 是特別粗的 但是這樣反而 它的口感更好 OK 可以嗎 基本上就是這樣 記住 一個小時大火 炆的時候 要在中間看火 少水加水 多水 就炆耐一點點 可以嗎 這道菜 總共用的時間 都不超過九十分鐘 但是 好吃的東西 就需要時間 一般家廚 可能要用兩個小時 甚至三個小時 但是我這個 就一個半小時 就完成了 OK 好嗎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咖喱牛腩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就算現在還沒吃 我已經聞到很香 流口水了 不說了 去吃東西了 拜拜 多謝收看 這麼有耐性 拜拜